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第二节课 第二节课是Linux的基本命令 以及开发环境 还有一个长见识的 咱们Python的一个沙盘环境的 一个沙盒环境的一个配置 我们就开始讲了 上一节课里面我们已经把这个Ubuntu给装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它 直接进入它 我们就不进入这个无缝模式了 我们自动调整一下这个窗口大小 来看一看 上一节课里面我们装了那个开发包 现在我们来设置一下 试一下它的那个分辨率 看看能不能设置的更大一点 这里有个显示 现在是八百乘六百 现在也只给我八百乘六百 那么就八百乘以六百吧 好,还是扩大了 这样看的还是比较舒服的 它就自动的给我们契合了 然后呢 我们先讲一讲这个Linux下面的基本命令 说这个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Linux是一个大家可能就是说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难搞啊 不像Windows 大家已经习惯了Windows的操作了 但是也请大家就是说没有熟悉的啊 没有用过这个Linux的这些同学呢 一定要有一个就是说要勇猛一点啊 就说不要怕 毕竟这都是工具嘛 不管你是Windows还是Linux 其实和我们都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它们都是软件 它们这些软件开发出来的话呢 其实也就是给我们这些使用者来用的嘛 那肯定是有一些窍门和好处的 要不也早死了啊 也不会活这么久 所以大家要抱着一种兴趣的态度 就不是要抱着一种恐惧的啊 也不要瞻仰它 它只是我们手下的工具啊 它这里面的这个目录结构呢 我就不照本宣科了啊 你们有空的话可以直接在百度上面搜 搜这个目录结构的意思 我就基本的讲几点啊 这个ETC 这ETC的话基本上就存一些配置文件 比如说你的程序那些配置文件都放在这里面啊 我们随便打开一个看一看啊 比如说像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定时任务的一个配置文件啊 有些朋友可能都熟悉了 它这里面呢 就说管理你这个系统啊 就是一些自动运行的任务啊 这上面它就有些配置 比如说是每几分钟啊 运行一次 还是每小时运行一次啊 每天运行一次还是什么的 然后这一边就有个按照格式的一个配置文件 有时候就说像我们有些脚本的啊 在服务上面要不停的跑嘛 跑那就放在这里面啊 写完脚本的话 直接把这个命令就跟在后面啊 然后呢 你的一个时间概念呢 就直接放在这个前面啊 几小时啊 几分钟运行一次 配置好了啊 用什么用户来去执行这个后面的程序 这些东西的话 你们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文档 这个还是挺简单的啊 然后呢 这些etc呢 它是一个专门存配置文件的地方啊 然后呢 这个boot啊 这个boot呢 它就是存一个引导 你为什么你的系统呢 你的系统你会啊 你的系统可以进进来啊 那它就是由这个引导区的引导文件出来的 像我们的这个乌班图嘛 它这个就是引导的驱动呢 就用这个group啊 这group 这也是大家有兴趣就去看一看啊 那我们再接下来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VAR啊 VAR啊 这个东西 它呢 一般都是存一些动态数据 什么是动态数据呢 动态数据就是说 你经常会更迭的 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做网站吧 啊 你做网站的话 然后你那个常常会有什么 比如说 生一些html啊 或者说你的数据库啊 数据库里面常常写入信息啊 一般来说的话呢 你那些文件啊 数据库文件的都放在这个VAR里面啊 然后的话 有些时候你们分区嘛 是吧 你们那个刚刚进系统 不管是进windows还是进这个 之前都要给这个硬盘先分下去嘛 然后你分区的时候呢 就有时候啊 就当像 像你假设是做个网站的话 那你这个分区 你就先把就把这个独立成一个啊 独立成一个区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然后呢 再接下来啊 这个TMP TMP的话 我们上一节课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它是一个纯属临时文件的一个地方 有些什么垃圾文件呢 啊 还有一些程序运行时候的一些文件呢 都全部放在这里面啊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这个VAR啊 刚刚有一点都是忘记讲了 这里面呢 它有一个系统日志文件啊 那这个是logo啊 这个 进来以后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 这里像我们的系统里面跑了程序嘛 它会出一些logo啊 出logo呢 一般都是存在这里面 存在这里面呢 有些时候呢 比如说你们查错嘛 就要从这里面去找了啊 比如说你们程序哪里出了问题 像一般的利用程序啊 基本上都会跑logo 都会记录一下logo 都看一看你 哎 这个怎么跑出来的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装那个weblog是吧 你看这边就有个logo了 哎 他把这个打一卡开啊 他就从头到尾的把这个 哎 他做了些什么全部告诉你了 他也不隐藏 是吧 就不像windows呢 windows的话 那个一个EX1点过去 就也不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啊 就比较难找 像这边的话 就是直接告诉你 哎 他干嘛了啊 编译了啊 然后 还新建了个文件夹啊 删除了些什么东西 这个反正可以让你时刻的了解到这个程序的一个全部的执行的步骤啊 然后呢 还有这个home了啊 这个home 这个home呢 下面呢 就是跟着你这个用户啊 你的用户的文件夹啊 比如说像我之前不是注册了一个账号吗 这个aglin啊 这里面呢 就有我的一个home的一个啊 home下面我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文件夹了 这里面就存了我自己的东西啊 因为他这个Ubuntu嘛 这个Linux它是个多用户系统啊 然后你有些时候你可能比如说你一个服务器啊 你一个服务器很多个用户用 那他就是啊 就存在下面是最好的啊 然后呢 这里面的这些东西我也不用说了 大家也都清楚啊 然后呢 比如说像我们的桌面吧 桌面啊 比如说你可以 你这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随便新建个东西啊 我们创建个文件夹啊 然后呢 这啊你看就在我们桌面上了是不是 哎在这个微博上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右键都不让我点了啊 然后呢 再往下走啊 这个其他的文文件的方式呢 这些其他的区呢 你们用的比较少 所以我也就先暂时不讲 你们有兴趣的话就直接啊 就直接去那个去搜 就说搜那个Linux空格目录结构啊 就可以仔细的把它们全部的都了解一下 再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讲讲这个Linux的一个基本命令了 说到这个命令啊 你在命令呢 肯定使用这个命令行嘛 那我们得进入命令行啊 我们打开这个左上角啊 然后到这个复件 把这个终端模拟器打开啊 终端模拟器 然后呢 这就是个模拟终端 这为什么叫模拟终端呢 那肯定那只是肯定有个真的终端 是不是那真的终端的 你们呢 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命令啊 Condue加at加F6 你们可以试一试啊 他就到那个真的终端了 我们现在看一看 你看我们现在到那个真的终端了 然后在那个平平常你们假设用真实的这个Linux 那他你的F1 F2他那些都是有效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WebOS他只有F6有效啊 然后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终端 也就是一个 而且你看就是在你没有配置之前 这是比较丑陋啊 各种方块字 因为那个编码有问题啊 然后我们现在轻软回来 就是Condue加at加F7啊 回来 回来以后呢 我们现在还是进这个模拟终端啊 继续 然后呢 刚打开终端的时候呢 他会默认的进入你当前的这个用户的文件夹啊 主文件夹 然后我们PWD啊 第一个命令 PWD就是显示当前所在的这个路径啊 当前所在路径 你看到你是在这个Home的aglin下面 也就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啊 Home啊 个人文件夹 然后进来我们aglin啊 这是我这个账户啊 他进来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然后呢 我们再ls一下啊 ls一下 你看就把我们当前的这个文件夹给显示出来了 ls呢 就是显示这个当前文件夹下的文件啊 lsl啊 显示详细信息啊 目录权限啊 所属用户 所属用户主啊 然后的话文件大小啊 更改日期 然后的话是一个名字啊 这些东西都是比较简单的 大家一看就得明白 这个文件权限呢 它里面这个有有三个啊 就是R W X 然后呢 这边可以稍微讲一下 我们呢就先把这个这其中的一段啊 就给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然后我们来逐一的讲 首先啊 那个现在我为什么可以从这个VBOX里面的 然后把东西复制啊 就复制到我这个Windows下面的这个机器本里面的 你们要做到一个这样的事情 它有个设备啊 看到没有 有个共享剪贴板啊 双向点好了以后可以随便复制了啊 然后呢 这个它分四端啊 四端 四端 我们一段一段来解释啊 这个D什么意思呢 D呢 它有两个写法啊 就是说每个这个权限组呢 啊 这个一串这个 它有两个东西 如果是杠啊 它就是代表呢 是文件啊 而D呢 这代表文件夹 你看 咱们这个都是文件夹嘛 对不对 咱们都是文件夹啊 可以点进去的 所以说呢 这个它这里面呢 它这里面就是写了一个啊 D就代表它是个文件夹 然后呢 再往下走啊 这是分三段 这分三段呢 我先来再讲讲这个RWX的意思啊 然后呢 R它就是read啊 就是读 读的权限啊 然后呢 W就是write write就是写的权限啊 X啊 X就是执行的权限啊 然后呢 这三段分下来呢 其实它是一个有顺序的 我们现在就理解一下 也希望刚刚接触的朋友要 要记一下啊 要记住这个东西 然后呢 第一段呢 则代表这个 该文件啊 或文件夹 所属的用户啊 对该文件的操作权限啊 然后你看到这边 它呢 又有R是吧 那它肯定可以读 读对不对 又有W 又可以写啊 又有X啊 又可以执行 然后呢 我们呢 这一边呢 就是该文件啊 或者该文件夹 所属的啊 用户组啊 用户组对 该文件啊 的操作权限 这里面就可以看得到了 就是说呢 这个用户组呢 除了这个上述的这个所属用户以外的其他人呢 读都可以读 也可以执行 但你就不可以写啊 不可以往我自己写的这个文件里面写东西啊 虽然我们都是一个用户组的 虽然是我的只能我来改啊 你们只有看的份 就这个意思 然后最后面呢 最后面就是说 除了上面两种情况以外的其他人啊 其他人就area1啊 其他人的权限 就是 其他 其他用户啊 或者用户组 对该文件啊 的操作权限 所以说 咱们这个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是不是 这里面的话就说 这里面的话 除了我自己能写以外啊 其他人都不能写啊 这样都不能写 当然也有个特例了 就是超级用户啊 Superuser 也就是我们这个速度啊 这个速度 然后呢 你可以随便的用你这个root去写东西啊 往了个地方写东西 没有都可以 毕竟这个系统就是它的 是不是 你们在我这里做事情 你们都就说 我肯定可以在你们这边随意的去更改嘛 所以说你们用这个root权限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小心了 就为什么我们啊 这个Ubuntu呢 它一定要有这个用户帐啊 这个用户的概念 你必须先搞个用户 绝不是直接给你一个你可以任意操作的一个一个账号 是不是 那就是因为就说牵扯到很多关键的 比如说啊 比如说这个里面 像这个根目录下面啊 比如说牵扯到这个关键的 比如说这个lab 是不是 这个lab里面有很多是这个和系统有关的 那我这种普通用户就不能操作了 你看我删一个东西啊 我要删 它删都不让我删 你看是不是 我只能复制了 就是 就是这个 就说是安全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呢 你们接触 Linux啊 你们一定要注意到 这个权限的非常的清晰了 是Linux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也是它的优点啊 就是说它可以保证这个文件之间的管理不会混乱 所以就为什么很多安全系统啊 啊 牵扯到很多安全方面的东西都用Linux啊 因为它天生就是这样的 非常好啊 像windows早先啊 它为什么要出2000呢 它2000在 它2000以前的那些系统 对这些东西都是乱来的 所以说它必须要搞一个这个权限方面非常严谨的 这也是其中之一 其中的原因之一啊 然后呢 讲完了权限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一讲怎么去更改这个权限啊 在Linux里面呢 更改权限是用一个TrueMod的一个命令啊 然后这个TrueMod的一个命令来更改该文件的一个RWX啊 这三个权限啊 然后呢 这个RWX呢 它分别代表了三个数字啊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个 这只能靠死记硬背了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R为什么等于4啊 然后呢 W呢 就是R啊 然后X呢 就是1啊 然后呢 那我们来拆解一下啊 就我们来计算一下 它这个文件呢 它的权限 用数字来表示 是什么 然后我们先把它分成三组啊 分三组 然后呢 这里呢 就你看 它的一个就代表着4加2加1啊 它的这个 该用户啊 该文件所属的用户的这个权限啊 是7啊 然后呢 这里面呢是R加1啊 这等于3啊 然后呢 再接下来啊 然后的话 这里也是R加1等于3啊 然后呢 那这个workspace啊 它就是一个733的权限啊 就叫做733的权限 如果呢 我们现在呢 也要我们的这个用户组啊 就是这个 这个文件所属的用户组呢 它也可以啊 它也可以读 那我们把它改成R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再加上一个4了啊 就对于7啊 7 那也就是说它会变成 从733变成773啊 我们呢 现在可以对这个文件做一个 权限更改的一个操作了 然后我们改啊 这个true mode 然后呢 空格啊 然后是 看一看 是773啊 773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文件名啊 输入进去 workspace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看它的现在的权限啊 大家可以看到 哎 这边的话 这个开始的话 中间啊 一个杠代表没有啊 那现在呢 可以读了 这就是一个权限更改的一个操作 讲完更改啊 就要讲到一个删除了啊 就我们也经常会用到一个删除的命令啊 删除的命令呢 它是在这个Linux里面 它是用这样一个命令啊 是用RM啊 RM啊 就是remove啊 这个大家要记一下 然后呢 我们删除一个文件呢 比如说我们在workspace下面啊 先随便建一个文件啊 这个touch呢 就是建新建一个文件啊 我们随便进一个文件啊 test啊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 哎 这个test的文件啊 test的文件 然后呢 我们要删除它 我们就是remove啊 RM 然后空格 把这个文件名写上去啊 然后删除它 哎呀 这就删除了 然后lsl啊 看 现在就没有了 嗯 这就是一个删除的命令啊 然后呢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 就是说一个查看文件的命令啊 查看文件的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 大家可能会用的比较多 那我们就直接上操作了啊 我们还是进入刚刚讲的这个logo啊 这个我们记录日志的地方 我们随便找一个文件 哎 要看一看它这个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你总不能每一次啊 都要去拿个编辑器的 看得很累的嘛 是不是 我们随便找一个啊 我们找一个这个 看一看这个啊 嗯 然后呢 嗯 我们 查看它啊 先看看它里面有没有东西啊 它是有东西的 嗯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啊 如果要看它的文件啊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条命令啊 然后呢 杠恩啊 就是几行啊 我们后面再加一个行数啊 然后呢 再加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是后始行的一个意思啊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后始行的一个文件啊 然后呢 上面这条命令呢 可以缩写啊 缩写成这样一个关系啊 然后呢 大家发现是 其实是一样的啊 就说 大家看怎么方便 怎么去用 就是这样一个tel啊 这样一个命令 就可以查看这个文件的行数啊 然后呢 更具体的 比如说 哎 你想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它到底里面有哪些操作会舒服一点 我们就要用那个man了啊 那个man 刚刚说到一个tel啊 自己说man啊 这个man的话 你不用的话就很不man了啊 然后的话 它是查看帮助的 查看这个上面的帮助 比如说 你对这条命令有什么不同啊 不知道哪里怎么用 man一下啊 看看 它呢 马上把这个文件夹啊 这个 这个帮助给你给弄出来了 大家看一看 啊 它告诉你 哎 这东西怎么用啊 具体的说明都在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刚刚这个-n啊 就是-nice的意思 对不对 好的话 它也是个缩写啊 大家可以看一看 那还有一个-help啊 那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有两个杠了 两个杠 后面跟help啊 那的话 就可以把帮助拿出来 我们试一试 嗯 啊 两个杠 看一看 哇 它还给我直接写出中文 还挺帅的啊 看 这可以看得到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里面有 你看 输出最后几行 这个是一个自学方法 比较重要的啊 所以说 大家有时候 一个命令 比如说操作 不知道怎么弄 那就man一下它啊 这样的话 可以看一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说呢 啊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小技巧 大家掌握就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安装一个编辑器了啊 也就是我们以后都会用到的 叫做uling pen的啊 这uling pen呢 是我们一个国人啊 叫做lemodel啊 然后做的一个python编辑器 我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啊 我们打开这个firefox啊 然后呢 找这个unipend啊 从google搜进去 它这个软件呢 是托广给google的啊 对 然后呢 我们看一看啊 lemodel 大家可以看到 downloads啊 然后呢 我们从这里面进入啊 找到这个文件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啊 下载下来以后的话 然后我这边已经下载了 所以我就不重复下载了啊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下载命令 我们呢 先把它的这个地址给复制下来啊 firefox的右键复制连接地址 然后呢 wget啊 空格把这个复制地址给拿下来啊 然后 这样就可以直接下载下来了啊 下载下来以后呢 然后再解压啊 这边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解压的命令了啊 解压的命令就是unzip啊 unzip 然后呢 后面就跟上你这个这部文件 它就可以直接给你解压下来啊 然后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把他所有的文件解压过来啊 我们进入他的文件夹 看看他的文件 然后呢 运行这个程序的主路口就是unzipan的.py啊 点py 然后呢 我们现在先运行一下他 看看他会提示什么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这个提示呢就代表啊 大家肯定还记得我们在这个福利课里面讲过的一个import啊 import的一个模块啊 这个wx呢 它是一个python的一个模块 也就是我们在课程也要会讲到的一个叫做wxpython啊 它是一个处理图形的一个模块啊 处理做一些界面的一个模块 然后呢 我们这现在还没有安装嘛 那我们现在就要安装啊 如果我们通过比较传统的 也就是说ubuntu的安装方式呢 也就是apt get啊 那这个之前的话我们就得用管理员账号啊 来给他update一下 这个update呢 在update之前啊 大家先来做一个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先要把这个软件源给换一换啊 这个软件源呢 在这个系统啊 心立德软件包啊 然后我们输入这个我们的密码 输入密码以后呢 然后这边有个设置啊 先等它一等 这边有个设置啊 这边有个 有个软件库 然后呢 我们来选择下这个下载字啊 把这个软件源的地址改一改 开始是中国的服务器啊 然后呢 你们这边就要可以改一改 改成我现在这个cn99啊 cn99我觉得速度还可以 我是联通的网络 然后呢你们也可以选择最佳服务器 他们会帮你一个一个的处理好啊 然后呢把这个选中了以后呢 然后啊 再update 这样的话你的速度会快一点 我这边已经update过了 所以说我们就不用这个 再update了啊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wx拍上来 给装上来 输入这条命令啊 这就是ubuntu的一个软件包的管理机制啊 这个apt-get 大便也是啊 就是这边 然后呢 我们他问你要不要装 你按下个Y 他就给你装了 装好以后的话 应该就是可以直接啊 运行这个unipend了 像如果说啊这个你们使用unipend的时候呢 如果发现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就把这个wx拍上的升级一下啊 因为我早早两年的时候在bsd里面 然后运行的时候常常会出现问题啊 那的话后来发现是这个wx拍上的问题 所以说你们有时候可以换一换 他这个库的这个版本 他现在还在做这个 再把这个软件装上来 像如果是直接从软件库里面装的话呢 他就不是一个编译了啊 他就直接给你做好了一个文件 一个安装的一个文件 所以说性能速度啊 速度上面会快一点 性能上面会 会比编译的稍微慢一点 不过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忽略不去啊 就是只要不是性能狂的话都可以忽略不去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 来装一下 记得大小写敏感啊 好 我们现在他正式启动了啊 他会先出现一个图标啊 这个图标现在还没有看到 好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幽灵盘的了啊 这个幽灵盘现在我们已经装好了啊 装好以后呢 就大家现在是不是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看一看他的一个配置 配置里面有没有什么 需要更改的地方 我们看一看 首先啊 是四个空格 锁进啊 四个空格锁进 这个东西 用到新编辑器 一定要先把这个改一改啊 这个东西不改的话 后患无穷 如果不是四个空格的话 不要使用字表符了啊 这个太更跌了 然后的话他这个默认的缺省的就可以了啊 也没有什么 需要 多做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 这边可以把他这个目录浏览打开啊 我们呢 就引入一个目录 引入我们一个那个 Workspace的一个目录啊 我们打开新目录 然后呢我们找到我们的这个 文件夹啊 Workspace 然后呢 啊 选择这个Python 然后呢 这个文件就下来了啊 然后我们以后就可以在这里面写代码了 比如说我们新建个文件啊 写个 hello.py 啊 然后呢 print hello.world 然后的话呢 他这里面呢啊 就有一个 检查的方式 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画掉 就不要用这个风格检查就可以 好 啊 他有一个自动的语法错误检查 比如说我乱打啊 他就说哎 他说你这个命你没有根本没有 定义过嘛 是不是 那你就可以把它 关删掉 他就不给你报错了 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语法自动检查的一个 可以帮助 大家在运行之前看一看有没有语法错误啊 那我们 这一堂课的一个主题就讲完了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